四日早晨替胃亮的時候 耶穌起來到礦野去 在那裡做什麼? 在那裡祷告 你不要以為耶穌不祷告 耶穌一開始做傳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祂礦野去做四天 祷告了四十天 有沒有 來 我在想說 做冬季很辛苦 冬季 要做冬季以前要七一四十九天金冠 你知道嗎? 不能吃東西 我在想說 做武士都要給祂金冠七一四十九 乖乖就穿密室來給祂在那裡 都沒吃 沒喝 你們看那些人變了怎樣? 不是變善? 不是變善? 然後還沒穿鬼 我現在還要怎麼規定 以後在天教教會當牧師的人 每個人要閉關禁食四十九天 是無人家來 OK 那你看一看到 耶穌同樣在禱告 耶穌天天在禱告 還有一樣 你知道 每次你在靈修 在禱告 在讀經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好處 讓你的智慧知識能夠增加 那你能夠得到鼓勵 神的話會鼓勵你 會給你信心 給你安慰 有沒有 把它加點幾個字 有沒有給你鼓勵 有沒有給你信心 有沒有給你安慰 有沒有 給你方向 來你再寫一下 我這個沒有寫到 我這個沒有寫到 第一樣 你看給你鼓勵 對不對 給你安慰 有沒有給你方向 給你力量 給你喜樂 有沒有 所以你要常常 跟神啊 我要讀經 你知道嗎 講個笑話 以前的老師母每次遇到問題 她現在都讀經 她很喜歡讀經 也喜歡禱告 她喜歡關在密室裡面 不斷讀經 不斷讀告 更有問題的時候 她更喜歡抽籤讀經 你知道嗎 抽籤讀經 你們會嗎 有沒有 這邊人受過這種傻事 四篇七十八篇一次 開啟 但是不要做這種事 有一次 我那個老師妹遇到一些事 然後 神來指示我們 神沒有跟她說話 最後就抽籤 然後一翻起來的時候 死了就算了 他跟他说 神跟他说话 那天他很屋子 他说死了算了 他跟他说 我跟他说 神不喜欢你这样做 神要你天天照着秩序 那么等一下我会再说一个奥秘 我先把这个第三点讲完 当你每天都亲近神 灵修祷告的时候 你会讨神的喜乐 因为你在亲近神 神会跟你接触 神就会因此而喜乐 神就会喜欢你 那么我现在必须讲一点 请你先看我一下 不要看这个讲义 我想跟各位说一下 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一直问我说 牧师为什么神会 神真的会跟你说话吗 会 百分之百会 那么神跟你说话的基础在哪里 就在神的话 就在你灵修的功夫 你如果没有天天 读神的话 读神的话就是吃神的话 你如果没有天天 把神的话吃进去 化成你的生命 化成你的灵 即使他跟你说话 你也听不见 你听我来说什么 现在我说这几句是台湾的 还是高句 你们听得懂吗 这几句是什么 对啊 我只能说你们听得懂吗 这几句话是什么 国语 你们听得懂 同样的一个道理 你知道吗 像我们每次伊达东牧师 他有一次跟我们讲英文 跟那个外国人讲英文 那我们常常会笑识 You know or no no 你现在你说什么 You know or no no 怎么有一种呢 你这都不知道 每次我们都被他 每次遇到他的时候 都被他狗狗 你让我都发出这些英文 你知道很多人说 什么台湾台湾好笑 什么都没什么好笑 一直说英文这么好笑 说You know or no no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他 你如果不懂英文 怎么讲英文吗 对不对 同样 你如果没有勤读英文 用英文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根本听不懂 对不对 我们有一次在升学的时候 我们一个系统升学的老师 是从瑞士来的 他一直用英文在教我们 那有一天呢 我们到他的家去 去吃早点 那轮到东牧师祷告 请他用英文祷告嘛 你知道吗 好来 你要怎么祷告 Our Father in Heaven 他刚好拿一个阿娃 我们在拿着咖啡 然后他说阿娃 阿娃每个都拿着咖啡 他说阿娃 他还不知道怎么说 你阿娃你知道吗 这阿娃嘛 阿娃 Father in Heaven 对吧 他一直说阿娃 阿娃的下巴再灭下去 我就跟他说 Father 他也说阿娃 阿娃 他说阿娃 他说阿娃 叫做独特教 跟他说我基督啦 我基督 因为他在说阿娃的事 我就想起来 想起来 他说阿娃嘛 你那时候的性格比他更好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基督 我就用英文 做很简单的伎道 你知道吗 你发现一个问题 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你如果不吃神的话 你没有把神的话 化成灵 化成生命 他跟你说话 你听得懂吗 你听不懂 所以灵恩很可怕 我们就常常不读神的话 然后开始追求神的话 那是最恐怖的一件事 那不会平衡的 你知道吗 你在说什么 所以你要跟神的帮助我 让我勤读神的话 你不要一直 借着那种圣灵的感动 来了解神对你说话 这很恐怖 很多基督徒 其实很恐怖 就是他不读经 然后生活偏离了 正常的范围 行为很偏差 但是他就只是喜欢祷告 喜欢灵恩 到最后都走错路 真的走错路 OK 所以我鼓励各位 你一定要怎样 勤读神的话 再来 你怎么开始 来 你做一个门徒 你要怎么开始 来 我讲跟各位讲 你怎么开始 每天过一个 灵修的生活 你怎么开始 我希望呢 你一定要 每天要祷告呼求 我跟各位讲一下 来 你一定要常安静自己 每天要 要一起床的时候 选择最好的时间地点 然后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一定会靠着音乐 你知道吗 我没有音乐 就没有办法读经祷告 我常常跟说 神把这个魔鬼拿走 可是那个魔鬼永远在我身边 就是我会听音乐 但是我知道在 到某种地步 音乐其实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你一开始 就是祷告呼求 呼求主 你站在呼求主 你就叫我主啊 主耶稣 你跟我说一次 主耶稣 你一直就叫他 叫他 他请得心中甘甜 我跟各位讲一下 你不要不叫他 你知道吗 你不要不叫他 你一定要叫他 当你呼求耶稣的时候 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 都要符符在耶稣的面前 所以你就是一直 要不断地怎样 呼求耶稣 你要跟耶稣说 耶稣啊 有没有 你就是一直呼求着他 那呼求到心中甘甜 你呼求看看 你跟我说一次 主耶稣啊 来 OK 来来来 你现在 你来 阿德跟阿昏 你们两个是这一派的 不是后面那一派的 来 过来 过来 你们那边牵在这里 来 过来 那你看看 你像个 你好 你现在培养一个 感觉 然后用一个 很甜美的话语 跟隔壁那一个人说 你好吗 你跟他说看看 来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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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跟你们讲说 你们做事 都 不要急 我们都很急 要去做一件事 你知道吗 昨天 我们在教 那个 财务管理 那个姊妹 来跟我说 紧张跟她讲个见证 她说 我的方法跟她方法都不太一样 说牧师 买了土地之后 还要变更 如果是她的话 她早就 一直变更 一直冲 但是她 告诉理财的姊妹说 牧师都说 祷告 等候神的带领 你知道吗 你听懂吗 你如果没有等候 你没有祷告 没有等候神的带领 你乱冲 到最后 你这样 死了就不要看 你知道吗 你每表达一件事的时候 你都不要很急 你要知道 怎么去表达 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 你再培养一个情绪 跟隔壁那个人说 你好吗 你知道吗 好 来 来来来 胖胃你怎么了 你感冒吗 OK 所以你可以不发言 你知道吗 OK 你培养一下情绪 来 然后看着对方一下 你看着对方 隔壁那个人 你知道吗 来看一下那个人 也许不好看 也许不好看 你知道吗 然后 来 OK 然后问他说 你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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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 起鸡皮疙瘩的 请击手一下 我看看 来来来 OK OK 你会觉得那个发生内心 他跟你说 你好吗 那个发生内心的 你请击手 我看看 OK OK 真的吗 OK OK 那么我再尝试一下 我再尝试一下 我再尝试 这个是一个 我说说 你如果没有常常 培养一早起来 想见主 然后去复求主 你会发现到 当你培养一个 灵的感觉 把整个思想意念 都放在主的里面 去复求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当你一复求 神就 非常爱你 他就拥抱你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在马公牧羊 有一个姊妹 叫做 愧借 叫做愧借 她常常 五点钟就来教会 我在 马公教会的时候 常常五点钟起来 跟他们一起祷告 我要起来开门 你知道吗 他也说愧借平安 阿里路呀 他也跟我说话 我真的 很无数年 有一年 两三年 我认不住了 我就跟他说愧借 我每次 孩子我跟他说愧借 都不得愧借